到我們人在駕駛座 車子還在發動的狀態下 什麼情況最容易誤踩油門呢 一種情況是在停車場投幣的時候 另一種情況是要轉身到後座拿東西 或者是有東西掉在腳踏墊 要伸手去撿的時候 一個不小心就可能誤踩油門 車輛爆衝 本身如果不小心那個硬幣 或那個卡掉了要怎麼辦 應該如果掉了的話 應該是如果後面每車 應該是要先往後退吧 比較安全吧 然後再下車 盡量靠近那個投幣的地方 知道那個距離 手一定會碰得到的地方 不然會下車腳背 每個人的習慣都不一樣 也都不完全正確 當車子還在發動中 想伸手做任何事 有些基本動作得要做足 如果車子當下是停在平面的話 就必須打P檔 才能伸手去做其他的事 如果車子剛好是停在斜坡 除了打P檔 還得再多一道程序 就是拉手剎車才能確保安全 再不然就得靠車子的Auto Hold 也就是自動駐車系統的功能 踩一次剎車就能鎖擋 有拉手剎車的作用 防止車輛滑動 不過這個功能卻不是每一台車子都有 有坡度的話 一定要踩入P檔並且 加上拉手剎車 因為有坡度只單純拉手剎車 有時候因為車子的動力很重 還是會產生滑動 所以一定要排在P檔 不只開車上路要小心 想停車做別的事也得當心 基本動作做到滿 再投幣或是撿東西 多個動作就能避免發生意外 接著王一潮 臉文斌 王世函 台中報導